今天來跟你分享這個阿浩魚 我們家人很貴的一台單影 那它有具備慢動作的攝影 4K 120幀的功能 那有時候你在拍那個娃娃 按摩震動奶的時候 抖動奶的時候會湧到 啪啪啪的時候會湧到 那它的設定方式就是這樣 來按Menu 有這叫膠齁 對我看一下喔 Menu進來之後在第一個這裡 那你可以用手去觸碰 好 來第一個這裡 這一個 這一個進來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它 位元率不要去調太高 你調這個IPB就好了 IPB是十萬位元率已經很扯了 所以你們以後拿到這台錄影 就是先切到IPB 是最低規格的位元率 這樣才不會太大 那你如果今天 你要特別煩慢動作的話 在高格數這裡 你要把它打開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排慢動作 嗯 你可能說在一些室內的環境 像這個比較暗 你就不要去用高增速排 因為這樣 ISO會被拉高 因為你快門速變快 ISO一定要拉高 不然補不了那個量 所以 你就要一直在那邊切壞 切去還蠻白癡的 就要 我覺得應該一個按鈕啦 就是說我要高速 我要慢動作就慢動作 但它就是這樣設計 我就覺得蠻白癡的 然後就是 反正記得在這裡第一個地方 進來 你要回到正常的 室內錄影 一般的30幀的話 你就是 把這關掉 那你要慢動作 你就要把它打開 好 那進來的時候呢 這裡有一個MOD MOD MOD 按下去 然後呢 INFO 可以改變你要拍照 還是 影片模式 照片模式跟影片模式 那你就把它切到像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影片模式 然後你就用M模式 你如果在室內的話 就盡量用M模式就好 好 這個MOD 按下去 然後 INFO去做切換 那M的話是比較好 就是說 你可以去改這個快門數 像你在環境比較暗的話 你就可以去把它改到 30分之一秒 那你如果想要拍縮時 你要縮時 你在那個吃東西 你就可以用8分之一秒 因為它不要那麼 你吃東西縮時 你不用每秒那麼多針嘛 好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好 這個就用觸控就好 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你正常來講 就是30分之一秒 那F2.8把它開到極限 就是說 越低光圈越好 因為畫面會比較亮一點 嗯 除非你今天在大太陽底下 那另當別論 那ISO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AUTO就好 這樣它會自己去抓 那AUTOISO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 你要加亮一點呢 還是加暗一點呢 還是減一點亮度 就可以從這邊去調整 那你如果不知道 就0就好 那你如果覺得 還是不夠亮 那你就加一點點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 在AUTOISO的情況下 這兩個就是有關聯性 你給它AUTO 這裡才有可控的空間 好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把它調100 這個就不見了 你看 不給它空間去調整了 所以你就 它就不給你那種什麼 我要幫你加亮一點呢 還是減暗一點呢 就是 電腦就沒有那個空間可以操作了 大致上這就是一個正常的使用者 拿到AUTOISO之後 會面臨的一些設定的需求 第一個 降低微遠率 第二個 瞭解錄影的格式 然後要用多少的快門速 多少的光圈的一些設定 這樣才可以讓你拍出來的東西 不會要嘛照點很高 要嘛畫面太安靜 不符合自己要的東西 好 這就是基礎的一個AUTOISO認識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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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